讯息有多少装好的啊 举下手我看看 就导入去了 看这一大部分都装好 没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大部分应该搞好了 没搞没搞好的 小部分能够要告诉你 你遇到问题应该是 就是说呢 我们安装这个讯息 对吧 然后导入了一个什么呀 一个系统对不对 对吧 给大家想一想对吧 那安装讯息里面 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激活的时候 会告诉你权限被拒绝 就是扑米人 对吧 权限激活的时候 然后提示什么权限被拒绝 那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这会呢 就是你你这个软件的 一个安装目录 它的这个权限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这个系统 在安装的时候 然后呢 可能啊 咱们大部分同学 这个系统可能怎么用的呢 是使用ghost还原的 ghost知道是啥吧 你们装系统不是听 经常一件ghost的吗 对不对 其实这种装出来的系统 是最垃圾的 毛病是最多的 ghost的啥意思啊 你们玩过那个什么穿越火箭吗 就打打打是吧 就给它变成那个带爪子那个 对不对 然后一会你把人都挠完了 告你ghost的问对吧 告你这个幽灵营了 僵尸营了对吧 其实我们的操作系统也是这样来的 就说这个系统是别人电脑装好的 然后把整个系统复制的一份 扔在你的电脑上 那你的电脑能和他的电脑完全一样吗 那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一定他会有一些小毛病 只不过是你可能没有感觉到 当你用到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了 对不对 那针对于这种提示的同学 怎么办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重装系统 然后装的时候呢 使用原版镜像去安装 原版镜像 原版镜像的都是这种ISO的 然后呢 你需要把它刻录到磁盘中 刻录到磁盘 能刻录到U盘里面就可以了 这东西也做过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到时候 我一会可以给你们些软件 你去做一下 非常简单 起码你 咱们这个时间刚刚好 咱们正好能赶到五一 你可以干什么 花大把的时间 把你的电脑系统折得好 对吧 你回去五一的一个任务 就可以把你电脑的原来系统干掉 不要了 然后重装一个Windows 加一个Linux 然后两个系 就是电脑本身是双一统 再接着呢 你再做一个备用方案 在你的Windows里面 再装上一个讯件机 然后把Linux也给它装好 对吧 把这整套环境 你给它配好 对不对 再接着 第二个方案 那就说 如果我现在很着急的 要用的吧 我现在就先想 想先写一下 是吧 后续再去处理问题 也可以 就是安装软件的时候 你先给它装在C盘 安装讯件机软件 先给它装在C盘 把这个软件的装在C盘里面 你就有完全的管理员险下了 就可以去激活这个讯件机了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错误 再接着还有第二种问题的 说它这个账号呢 激活都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导入讯件机之后 一打开讯件机的时候 一打开 然后就告诉一个 什么XXX 然后中间就有 一个什么VT技术被禁用 是不是这样的 也见得过 见得过吗 有 刚才最后就有一位同学进了 对吧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呢 是你这个电脑厂商 然后它做什么了呢 它在这个BIOS中 在BIOS中 将电脑什么 将电脑随拼了 虚拟化技术禁用了 那如果出现这种错误 怎么办 这种错误呢 就需要你去改BIOS了 需要修改BIOS 需要你去修改这个BIOS 那一般的电脑呢 是F2 但是这个呢 每台电脑都不一样 也有Delete的 也有F11的 也有F9的 对吧 这个呢 你要想知道你电脑的是多少 你在开机的时候呢 可以看一下那屏幕下面一边 有一行小字提示 如果是ThinkBuddy呢 是按那个小蓝帽 它有一个蓝色的按键 那如果说你这个没有提示 那怎么办 你直接在百度上输入 你的电脑的型号 然后你说进BIOS 然后它就有了 就会告诉你在开机的时候 按哪一个键了 然后你这个找到之后 你做什么呢 去BIOS中 找到一个VT 是吧 什么Virtual Technology 就虚拟化技术 把它改成Enable 就打开 把这个功能给它打开 那你就能使用了 这样呢 我们这就OK了 你再次启动就好了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错误 基本上这两个解决了 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再接着呢 咱们说了这块 正好说到了一个BIOS 咱们还可以给大家再讲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就是电脑这个是怎么启动的 电脑咋启动啊 你说你用的这么多年电脑 你用了多少年电脑了 十年有了吗 或许都不止 对不对 那你知道它拿启动的吗 等一下开关就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实际上并不是啊 那我们在电脑启动的时候 首先呢 当电源上电之后 对吧 就说通电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呢 是去加载主板上的一个驱动 加载主板上面的一个启动 那这个东西呢 在咱们这个手机上 还有电脑上是不一样的 在电脑上呢 它叫BOS 在手机上呢 它叫做BOT LOADER 这东西你最好能了解一下 对吧 然后BOS里面呢 就告诉你 哎 我要去帮你找到什么呢 找到你的这个启动分区 那就是BOT分区 启动分区 然后这分区里面呢 就会将你的操作系统找到 然后引导你的操作系统系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说有的时候呢 哎 我一调整这个电脑某些东西 我把文件一扇电脑起的时候 他告诉我就没有系统了 遇到过吗 应该遇到过对不对 那这东西怎么把它系统还原回来啊 你的系统真的没了吗 再呢 你拿一个U盘维护工具 你把这个引导给他找回来 他就好了 不用重担系统 对不对 那常用的什么维护工具有啥呀 不知道 推荐两个 什么老盲头 听过吗 老盲头PE对吧 还有什么 什么电脑电 对吧 然后再或者呢 就是什么大白菜 听过吗 这些呢 都是一些系统 就是Windows系统的维护工具 你可以把它快速的还原回来 再另外呢 除了这些 还有一个 就是你的安装盘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维护工具 安装盘本身就是维护工具 这样你就可以维护你这个系统了 对吧 你给它搞定就OK了 那咱们这个Linjuice上午给大家介绍了发展室 然后让大家导入进去 对不对 都导好了 是不是 然后运行了吗 运行了 那感觉怎么样 好慢 好慢 那这块呢 就给大家说一个建议 对吧 很多东西会感觉它卡 是不是 没有办法 也有办法 办法呢 就是特殊一点 对吧 说我们现在学的是Linjuice 那这东西呢 两个方案 学它呢 就两个方案 第一个呢 是训练机 那就是上午给你的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方式系统 对吧 因为那你虚拟机 虚拟机咱们以前了解过 它是个啥玩意吗 没有对吧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虚拟机 虚拟机就是一个软件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操作系统啊 操作系统就是一个软件 只不过是这个软件比较大 比较底层 它能直接运行在我们这个硬件上 对不对 然后软件什么是软件呀 软件呢 就相对于我们操作系统来说 它比操作系统的单元小一些 它可以运行在哪啊 运行在指定的操作系统里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软件 那接着虚拟机是啥呢 虚拟机呢 它也是一个软件 只不过是这个软件的功能有点特殊 这软件可以干什么 在我这个软件里面继续运行一个操作系统 就我这个软件有特殊的功能 有特异功能 对吧 可以呢 把一个操作系统加载到我这个软件里面 中间呢 就使用了一个咱们先前说的 你这个启动不起来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的软件需要一种技术支持 叫做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 这个技术呢 是CPU提供的 CPU提供的 对吧 你只要把这个技术干什么 给它打开你就能用了 虚拟化技术 那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虚拟机里面的 那就是一个 虚拟机就是一个软件 这不是软件因为特殊 能运行一个操作系统 对不对 那里面怎么办 那里面呢 其实和其他的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这块有一个前提 很多人说卡 对不对 卡是为啥呀 第一个 你的这个操作系统 是虚拟出来的 虚拟出来 并不是说你的软件是虚拟的 而是 硬件是虚拟的 硬件是虚拟出来的 就是说你本身 你这块我认为的划分了 一个G的CPU 一个G的 一个CPU 然后一个G的内存条 对不对 那是你虚拟划分的 那它都是运行在你操作系统里面的 就意味着你同时运行了两个系统 那这会它的效率一定是比较低的 对不对 你想你这个东西 这个软件一启动 就占用一两个G的内存 能不卡吗 对吧 卡很正常 如果说你想要的不卡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提高硬件配置 提高硬件配置呢 那就第一块最简单的方案就提什么呢 哎 假如说啊 现在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任务 让你升级下电脑 你说你优先升级的是啥东西 内存啊 并不是 我们要知道你电脑里面的最大短板是谁 是硬盘 不是显卡 显卡都没啥用 你不打游戏的话 显卡全又没有 对不对 第一块你应该升级的是硬盘 在我们这个电脑里面 你比如说你这什么CPU都几点几赫兹 对不对 几点几G赫兹 那它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内存是吧 内存里面传输数据的时候 它都能上每秒几个G你知道吧 也是非常快的 那谁慢呀 硬盘 硬盘跟你说了 我这个读写速度有500兆 你信吗 不信对吧 咱们正常的来说 这个固机械硬盘 每秒多少兆 也就30兆 你拿个一路硬盘 那考试不也就30兆啊 如果传的是顺文件 那有的时候才1兆 甚至有都不读1兆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说你升级电脑 第一件事 就先把你电脑的硬盘干什么 换掉 换成什么硬盘 固态硬盘 对吧 固态硬盘 他虽然连续读写 就说我直接读一个大文件 他的速度提升不是很明显 由原来的30兆 可能变到100兆 但是如果是碎文件 以前呢 在一秒里面 能读10个碎文件 但是在固态硬盘里面 他的可能就 每秒能读取3000个碎文件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 大部分的文件都是碎文件 不是整个压缩好的 一下传过去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 说我把这个电脑的一个硬盘 有普通的机械硬盘换成了固态硬盘 就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一开机 十一二秒钟开开了 然后右击从来不转圈 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 那你没换过呗 对吧 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去换一个 那假如说你这个本身开机 那证明你这个什么呀 你这硬盘已经比较比较好了 对吧 就还一直大家有一个误解 说苹果这电脑快 是吧 苹果电脑其实一点都不快 你如果把苹果电脑 这系统给它拴掉 装一个Windows Windows也这么快 是因为苹果的后 在14年之后的电脑 它都是标配固态硬盘 它全上的固态硬盘 它的速度比你 本身的就比你快呀 对不对 不是系统快 而是它的硬件比你快 知道吧 不是说它这个 它这电脑做的 做的多么牛对吧 没有那么牛 硬件好 对吧 那最假如说 那你这个硬盘升级完 成固态硬盘了 之后怎么办 你再升级升级啥 内存对吧 那内存的来说呢 一般针对于大家来说 八个G可能够了 以后再开发呢 可能你给它升到16个G 对吧 我家里的电脑 我是32个G的 就是说你可以给它 这个内存不怕多的 多加点对吧 我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这是干什么呢 把这个操作系统 给它安装到这个内存里面 是吧 那系统用起来才叫爽的 你点击是吧 开机都不到三秒 是吧 一点啪一闪就就开个了 你点啥东西 根本都不用不用响应 你感觉它的速度就是 你随点随到是吧 对吧 因为它的速度特别快 但是它有缺陷 它的缺陷就是你一关机就没了 对吧 你就说你每天得做一次系统 是吧 用一次做一次系统 是吧 但是也不是 它这个东西也可以把内存里面那些数据导出来 下次再加载进去 对吧 也是ok的 这也是能实现的 那大家这个五一的期间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把你电脑的这个系统搞定 对吧 如果感觉卡 你就做这个什么 双系统 要不然呢 你就升级硬件 对吧 你们装蓄影机 然后升级硬件 第一个升级的是骨彩硬盘 第二个升级的是内存铁 CPU通常没有升级啊 你i3的CPU 都针对于咱们来开发呢 足够用 对吧 一直不都有i3秒全家吗 对不对 是不是应该见过 听说过呀 对不对 没听过 这和CPU有啥关系 那个i3的 因为为什么说i3都没有全家的吧 因为目前来说呢 很多的软件 尤其是游戏软件 它基本都是不支持 三核以上的优化的 它支持的都是两个核的优化 而i3的已经满足了两个核 然后i3一般比i5 i7还有什么AMD的 主频还要高 对不对 那两个主 两个主频又高的 对吧 然后又能全复活工作的在这 去帮你做这个事情 它就够用了 你那个i5四个核 然后i7八个核 对吧 不好用啊 两个核在活 六个人围观 对吧 实际上 然后你的主频 还没有人家i3的高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去打游戏 可能i7的效果 还不如i3的 对吧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所以咱们在配置的时候呢 也不需要你配置过高的 你就配个i3的 然后什么 显卡 显卡都不用 如果你不打游戏的话 显卡用几盒显都够用了 对吧 那咱们这块呢 也是这样 你自己回去 感觉卡 怎么办 已经告诉你了 两个发案 是吧 一个是升级应件 另外呢 你就去装双系统 对吧 双系统一会儿告诉你 打装 那咱们这讯息都倒进来了吗 是不是应该倒差不多啊 那没倒进来的同学呢 一会儿呢 你咱们有学习小组吗 你组长帮忙解决一下 对不对 那或者说其他的同学 你小组的同学都帮忙解决一下 你解决的问题越多 对吧 那你以后的能力就一定是越强的 人家不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吗 叫做什么 高手都是被虐出来的 你只有根据跟不同的人去斗争的吧 斗争完了之后 你才能把他的这个 他虐你的这个方法学来 对吧 你再去拿这方法去干什么 去虐别人 对吧 是不是 那就说你天天遇到bug 遇到多了之后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bug都录在你的脑子里了 然后你再遇到bug 你就可以了解了 三年的程序员和十年的程序员 差距在哪 就在这 对吧 他遇到的bug比你多 所以他的解决化比你多 他解决的就比你快 你没有遇到过 那这东西你就得慢慢查 慢慢去做 慢慢去调试 对吧 但是他做过很多遍 他就可以直接的就上去去搞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 fazer